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宁静 中国这个新年过得不平静 河南南洋方程县和江西新宇两把大火以后 1月29日晚 上海又传出了爆炸声 官方紧急辟谣 但民间并不买账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1月29日晚间 上海市松江区出现了巨响的消息 网上热传 该话题是迅速窜上了热搜 不少网友质疑是哪里发生爆炸了 官媒是紧急辟谣 上海市松江区出现巨响的消息引发公众关注 X平台上有视频显示 夜幕下的上海某地突然一声巨响 疑似大地都在颤抖 监控画面显示发生巨响的时间为2024年1月29日19点24分 接下来许多网友在微博留言 互通微信 都在说上海市松江区一带出现的异响 有不少网友说 刚刚在外面溜弯 听到巨响 好响一声 小孩子都被吓哭了 人在家中坐 巨响添上来 不知哪里来的巨响 等待官方通报 巨响整栋房子都晃了一下 窗户都咣当咣当的 窗户差点震碎了 到底啥事啊 冲击波那么强 吓我一跳 我就说是什么爆炸了 不过也有网友在微信群发消息说 上海巨响是松江里塔会601冰工厂 800锁液弹塔座分离实验时爆炸了 而对于这次1月29日晚 上海市松江区发生的巨响 松江区应急管理局表示 松江区并未发生爆炸 区政府会统一解释 对应急管理局这么不上心的答复 网友们说 那你倒是说这响声是啥呀 这不没编好的吗 急什么 辟谣证明是真的 这一句未发生爆炸 尽管没人信哈 但不也就是解释了吗 后边还心虚 话舌添足加了句什么 区政府会统一解释 你是来负责搞笑的吧 都解释说没有爆炸 还要统一解释 这分明是要统一撒谎啊 上海市气象局更是怕人把他们忘了 整了个自问自答 官微发文称 刚才有朋友问是否出现雷电 答案是没有 咱也不知道关注这个官方微信的人都傻眼神傻听力 有没有闪电呢都看不见 都得问问气象局 那巨响的动静一天就跟机关枪连发似的 谁家打雷能这动静呢 这不又玩掩耳盗铃的愚蠢把戏吗 也有网友说呀 此次巨响疑似来自于蓝箭航天 位于上海松江的试验场所 蓝箭航天是中共的民营运载火箭企业 2023年7月就标榜自己的产品 标志了中国全面掌握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关键技术 大家请看关键字号 液氧和甲烷 我想每个人都明白这两样东西 一旦操作不到那是极易爆炸的 但蓝箭航天相关工作人员30人就出来PR了 说并无网上流传的爆炸说法 此次巨响来源于一次正常试验 这是承认巨响来自于他们了 但就是不承认产生这个巨响的事故的严重性 咱们就不讲他们解释的那一大堆 看似专业的东西了 咱就说他们口中的巨响来源 一次正常实验 这个公司得总做实验 这种实验也不可能只做一次 那正常实验说明这实验就是日常进行的 那平时为啥听不到巨响呢 这种实验若是正常的 那么听巨响就应该是家常便饭 就不应该引起这么大反响 更有意思的是呢 他们还说呀 这次实验中有三人受轻微擦伤 然后还说这次的实验一切正常 这么看来员工受伤也应该是日常 一次正常实验伤了仨人 这要稍微不正常点 那上海人民都小心吧 这不是什么航天公司啊 这是定时炸弹呢 刚刚呢 我们讲上海的巨响搞得大地都震动了 这是人为的地震 可除了人为呢 中国大陆又有新的地震发生 大家应该还记得 1月23日新疆乌石县发生了7点一级强地震 之后是余震不断 截至30日呢 余震已持续一周 此前呢 中共地震台网称 截至1月26日早上80 已记录到余震4216次 其中5.0至5.9级发生了7次 最大余震5.7级 即24日凌晨4038分 新疆克兹勒苏州阿和齐县 北纬41.06度 东京78.65度 发生5.7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 而就在1月30日 新疆克兹勒苏州阿和齐县 又爆发5.7级地震 震源深度依旧仅为10千米 很多网友纷纷留言说 人在阿和齐吓死人了 深度10公里 怪不得这么强烈 现在都快分不清 是自己心跳还是啥了 怎么这么多地震 希望无人伤亡 临近年关了 不要再有事故了 由于持续地震 当地民众无法回家 当地称 余震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灾区民众 暂时不要返回破损的房屋 其实不少通灵者 占星师都提醒过大家 2024年是个地震年 将有一场超级大地震爆发 所以大家还是多加小心为好 特别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那些发生过奇怪现象的地方 比如江苏宿前 12月19日就发生 鸟群漫天飞舞的异象 拍摄视频的网友都被惊呆了 因为听声音以为下大雨了 还有1月20日和21日的 江苏连云港 也是大量群鸟漫天飞 到处停落 请大家注意地点都在江苏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报道 被誉为大马鬼才的创作歌手黄明志 日前呢 创作的全程乳共梗的这个龙年新歌 龙的传人 发布后呢 是再度爆红 霍峰新一代乳共神曲 连日前被小粉红莫名碰瓷的英国钢琴家 布兰登卡瓦娜也表示 我爱这首歌 并邀请黄明志到英国和他一起拍片 而黄明志在回复Duck K时呢 再次借用了小粉红碰瓷的梗 Don't touch me 在油管上拥有230万粉丝的英国钢琴家 卡瓦娜 19日正在伦敦车站内直播 当时呢 他在弹奏车站的公共钢琴 不想呢 遭遇一群手持中共血旗 戴着红色雷帽绳 身穿大红袍 嘴里还高喊着 我也是英国人的中共小粉红 这群主动进入钢琴家的直播镜头的 自称英国人的中共小粉红 既然自己示好的手段 并没有赶走钢琴家 就突然翻脸大吼 要求钢琴家在直播中 把他们对不起观众的脸 从镜头中删去 小粉红这智商真是硬伤啊 直播呀 咋删啊 而且呢 是要求人家土生土长的英国人 在英国的土地上遵守中共的法律 这逻辑解释起来可烧脑了 好像是说 在英国不遵守中国法律的英国人 都不是好粉红 当时呢 卡瓦娜就给这些脑回路 清奇的粉红们科普了 这里是英国 不是共产中国 自成一族的脑残小粉红 哪能分清谁是谁的 都是我的 于是小粉红报警 指其种族歧视 警察一度要求卡瓦娜 关掉摄像头 停止拍摄 但他拒不妥协 他毫不客气的对警察说 必须开着 镜头不会说谎 这里是自由的国度 现在呢 影片已经上传十天 观看量已达947万 这些人都是围观 来自动物庄园的粉红的 卡瓦娜在遭到小粉红 粗暴挑衅 野蛮骚扰 以及亲身体会了 中共对自由世界 各方面的渗透腐蚀后 决心把英国圣 潘克拉斯火车站 钢琴所在的区域 塑造成反抗共产主义的基地 经过准备呢 他于26号下午 拿出了代表中共党魁的维尼熊 作为抗议的工具进行展示 并且呢 对公众发表演讲 公开支持香港 支持台湾 声讨共产主义和中国沦陷区的独裁暴政 他的行动正在获得越来越多人的支持 相信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希望呢 这会在全球产生不可估量的反共效应 俗话说呀 本来没有火 小粉红点着点着就有了 卡瓦纳表示呢 我在前两天还不知道什么是小粉红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小粉红 请查一下 他还说呀 你是一个独裁者 你害怕小熊为你 他又指着车站大厅里的钢琴说 这架钢琴已经变成了中共小粉红的禁区 卡瓦纳遭中共小粉红挑衅的消息传出后呢 有一位叫Melo John的小伙子专门和朋友去伦敦火车站 在这架以反共而出名的钢琴上演奏出了 愿荣光归香港 这支中共连做梦都想封杀的曲子 并直接把视频传到网上 一同在场的另一个年轻人手中呢 则举着写友 请让钢琴自由 谢谢Dr.K 结束CCP渗透字样的牌子 站脚助威 其实中共这支魔爪呢 早已伸向自由国家 先是在苏格兰领事馆把来自香港的抗议者拖进里面殴打 然后又在习党魁 到加州参加APEC会议的时候 售卖小粉红当众殴打抗议者 抢夺他们的手机等私人物品 甚至还派多人跟踪前往机场停车场帮助抗议者 借力剑拿车的三个人 并对他们暴力袭击 在德国的小粉红则公然向警方报假案 栽赃记者反共人士苏语彤甚至上门骚扰 向其发出死亡威胁等等 中共对内迫害自己的人民 对外破坏国际秩序和民主国家人民的自由生活 这么令人无法容忍的事呢 终于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极大反感 在民间遭到了强烈反弹 这次小粉红在英国碰瓷钢琴演奏家的事件 引起的反应已经超出了预期 使得中共是坐立不安 正在动用其外国代理人试图施压YouTube 影响现场直播视频的传播 甚至要YouTube删除视频 作为应对随后卡瓦那声明放弃视频版权 请网友们随意下载广泛传播 使更多人通过该视频了解事实真相 不仅如此在小粉红碰瓷她的直播视频发布后 卡瓦那收到了很多威胁恐吓她的邮件 中共在一边坐一边带的路上走的是更起劲了 中共所做的一切恶行都正在发酵中 中共暴政必将为她一系列的流氓做法付出沉重的代价 最近不断想出辱共心招的卡瓦那 也注意到了黄明志的新歌《龙的传人》 卡瓦那直呼我爱这首歌 接着便向黄明志发出了来英国一起拍片的邀请 黄明志不仅将卡瓦那的这则留言在YouTube和脸书置顶 而且在脸书给出了内涵丰富的回复 谢谢Dr.K 如果你来到台湾或马来西亚请告诉我 但不要碰我 黄明志这个回复恰恰就是一语中共小粉红咆哮哥 在车站咆哮动他车这一幕 这个神回复真是太有才了笑翻了一众网友 黄明志甚至还说呀 很多人叫我傻傻的不去赚人民币 这回感谢英国粉红的神助攻 看来我只能傻傻的赚银棒了 许多网友表示 期待两位合作实现反共大串联 希望今后粉红们再接再厉 点更多的火聊更多的缘 让世界上出现更多的反共大串联 好今天的节目呢就会得要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